副县长陈振生前往县府警察局主持治安汇报 会中表扬金融机构9位防诈骗 及107年守望相助队执行机校平和机优单位等6位有工人员 并颁发工作奖励金 陈副县长呼吁宪明提高警觉防止诈骗 共同维护治安 全民东起来 让大家都能够安心安居 县府定期召开治安汇报 检讨进治安市政及座委 尤其是防诈骗方面 积极结合金融机构 强化第一线行员的防诈骗事务 提高行员警觉性 以杜绝民众被诈骗 在金融单位行员的协力之下 发挥高度警觉性 今年已有效克阻26届诈骗案件 刚好防诈骗的时候 我们中兴分行作为一个全国的示范观摩的防墙 跟防诈骗的演练 那我们的警察局 全部的同仁都动员来配合演练 过了两天 我们就抓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诈骗 最主要今天还是在颁发 我们拦阻民众受诈骗的一个案件 所以相关的航空 行员非常积极 拦阻了诈骗案件 所以这是民众最直接感受得到的 陈副县长惠中也只是强化车内毒品防治工作 加强查气 以免造成治安隐忧 另外社区守望相助队不畏寒暑 在社区中日夜巡逻守护社区治安 是本县治安的好帮手 另外有关的乡镇的守望相助队 其实这些年来 由于他们配合警方来做行守队 甚至于来做晚上的行楼 这方面也对地方 尤其村里寿骑 提供非常大的一个保障 这方面我们非常谢谢 各寿骑各村里的守望相助队 当天 蓝组诈骗案件有供单位 既有金融机构6家行库10个分行 而县内今年1至4月 褐组诈骗案件 成效共计26件 蓝组汇款总金额 达到923万4,464元 另外107年 守望相助寻守队 执行绩效平和受奖机优单位 则有第一名 普里镇指恩社区守望相助队等6个单位 记者曾光佑 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描订阅